紫薇打败了三个情敌 为何不帮小燕子对付之花 你看背后原因多现实 要知道秦儿 金锁 木杀 都纷纷败在紫薇的手上 难道一个心埋的之花 紫薇会拿她没办法 说到底是乾隆和太后对之花的偏心 小燕子出身低微 嫁给安心觉罗家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再加上她平平流产 让太后对小燕子的怨气就多一分 她的鲁莽远远达不到一个未来皇后的标准 大家都对她失去了耐心 而之花有了紫色 宫里的地位占得很稳 紫薇即便使出浑身解数 也很难帮到小燕子 第二是现实原因 这话也曾透露过自己是爹娘一手培养进宫的 爹娘最大的希望 就是我们嫁个好人家 生活里有地位 老婆一来到海宁 让我爹娘要知道 你们最高的地位 就是活到老人的时候 像老婆那样 直白点就是让她当皇后 紫薇除了最看重勇气 她更看重家人 尔康是学士府的一等事物 为了一家子的潜伏 她也断然不去得罪之花 她注定不可能如第一步和第二步那样 不要命地顶撞皇帝太后 第三勇气和尔康完全不同 尔康的心明显比勇气渐厉 从未对别的女人动摇过 而勇气就不同了 她喜欢过之花 而且作为未来的一国之君 有三七四七太正常了 所以紫薇选择漠视